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食中的淀粉会给肠里带来饱腹感 可如果主食吃得太多 晚饭后又不会有什么运动 过多的淀粉在体内就会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 营养师建议晚餐吃个七分饱即可 主食有一到两量就可以 二 晚餐里的这种食物 肉类吃得太多 又发高血脂晚餐里吃过多的肉类 尤其是猪牛羊肉 肉中的蛋白质合 脂肪会导致血脂升高 大量血脂沉积在血管壁上 引起小动脉收缩 一时血压突然上升 也加速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 长期这样吃饭 肉类中的动物脂肪会让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 血管就是这样堵塞 起来最终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三 晚餐里的这种食物 麻辣烫吃得太多 诱发肠癌去年江苏一个女子连吃四个多月的麻辣烫后 发现肠胃不是一吃东西就吐 最后发现已经得了早期肠癌 麻辣烫不仅卫生无法保证 吃完很容易出现肠里炎腹血 而且因为辛辣 如果大量吃 有可能会诱发消化到大出血 四 晚餐里的这种食物 酒喝得太多 诱发一线炎 如果在外应酬吃饭免不了要喝酒 如果吃了很多人同时喝酒 就很可能会诱发其心一线炎 表现胃上腹部疼痛 振发性加剧 有时候才会发生恶性 呕吐 严重者甚至可能在睡眠中休克 吐死 看到这里很多人说 好 那我不吃晚餐了行吗 答案同样是不可以 不吃晚饭给身体的伤害 并不次于以上四类食物 不吃晚餐集体没有足够的糖原供给的话 就会从其他部位获取脂肪 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 损伤肝细胞 不利于身体健康 最后和大家说说正确的晚餐怎么吃 一 晚餐中的主食以粗粮 米粥 豆类 玉米为主 注意主食的比例和生糖指数 二 晚餐中的蔬菜以深色蔬菜为主 以补充叶酸 胡萝卜素 必读维生素 维生素C 花青素等营养素 三 晚餐中的肉类以鸡肉 鸭肉 鱼肉这种白肉为主 尽量避免吃猪牛羊肉 如果要吃也挑瘦肉吃 各位朋友 你家晚餐一般怎么吃呢 你觉得晚餐对健康的影响大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